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使用名品X5plus玩苹果吃鸡游戏 我们直接可以支持职丸模式 我们选择苹果图标加电源键进行蓝牙连接 好 只是跟快赏 我们打开手机的蓝牙进行搜索 这里会显示一个X5plus我们进行连接 点击配对 显示已连接 第二次连接我们直接开机 它会是机动回联 好 我们现在打开游戏 登录 好 进来了 OK 我们现在左摇杆能操作 那右摇杆动不了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默认的模式是王者农耀的脂肪模式 我们需要切换成吃鸡的脂肪模式 那我们需要按住电源键加方向键的右 OK 现在切换过来了 现在就可以进行视野切换了 王者农耀是方向键上 加电源键是王者农耀 右加电源键是刺激战场 和平静音 然后下是mobile region 左是荒野行动 我们进行测试啊 每个按键都对应跳 趴 可以边走边打 OK 这个就是吃鸡的脂肪模式 那如果如果我们想要进行按键改建 那我们需要下一个V3的APP 可以进行按键改建 也可以支持所有的出品游戏 我们直接在Apple Store里面搜索 OK 我们试一下 我们打开Apple Store 收入 我们输入Sooting Plus V3 直接在这里可以搜索 然后下载就可以了 我们也可以在说明书里面扫描 二维码进行下载 那我们下载完以后 这里打开App界面 我们可以在界面里面进行按键测试 这是我们的按键界面 每个按键都对应得上 然后这里还有个属性测试 我们可以进行按设置 根据自己的需求 那我们这里有一些默认的设置 你看这些都是预设的 我们只要选择其中的一项 然后选择我们要预设的默认值的控制 我们比如说黄野行动 我们选择Home加Lab 那我们下次打开游戏的时候 按左加Home变一键 就可以进行默认的切换 那我们现在和平精英 我们是用Home加Line 那我们如果点Home加Line 我们下次的话 就打开游戏的时候 然后按Home加Line进行游戏的默认切换 我们就可以把直接打开游戏就可以玩了 那其他游戏也是一样的 那同时只能保存四个游戏 那如果说要想要玩Apple Store里面其他游戏 我们需要先下载游戏下来 然后截个图 然后通过这个改键 打开不许像这个地方 你这里有虚拟的按键 我们可以新建一个 然后把截图搞进来 然后我们按一下手名上面的按键 然后拖 拖到对应的位置 然后保存下来 然后保存成一个名字 然后存下来就可以了 那下次我们打开那个游戏 写着一个默认的键 键切换就好了 这是苹果制定按键的设置 我们的帮助里面也有介绍 相应的相关的操作说明 好 今天的介绍就这样